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除旧不新 清出垃圾量暴增 而节安乡清洁队员近日工作劳务加重 花莲第一师子会长郭敦辉等人 2月6号专程前往发放增加加菜金1万元 犒赏队员们的辛劳 而乡长游淑珍也颁发感谢壮 感谢社团的关怀还有支持 花莲第一师子会会长郭敦辉等人 2月6号特别前往节安乡清洁队 发挣了加菜金1万元 为了清洁队员辛苦 依照我们网例 我们花莲第一师子会 都会网例来对 感念节安乡公所清洁队 对前乡的清洁服务非常的辛苦 我们也站在社团的立场 来表达慰问之意 而且站在一个鼓励的立场 希望辛勤的清洁队员 在年终的时候都有一个好的慰问 这是我们仅代表我们第一师子会 一点心意来表示出来对清洁队的谢意 谢谢 简安校长游淑珍感谢第一师 常年来对清洁队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第一师子会多年以来 关注我们最辛苦基层的清洁队员 他们每天干干净净出门 脏脏臭臭回家 就是为了承担起整个八万多名 相亲以及三万多户清洁生活垃圾 来去化的工作 这是一份非常艰辛的任务 谢谢社会有爱 看见他们的努力 也发现他们的辛劳 更预祝满满关怀的爱在吉安 我们相信捷径家园第一名的吉安乡 我们的工作心情让大家看得见 谢谢第一师多年以来 这样的一个承担 跟我们的鼓励 我们相信我们会带着社会满满的爱 继续的围管 继续的维护好整个全乡 清洁的一个工作 乡长游淑珍也发赠 龙莲击碧给食友们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龙莲喜大运 这里会接下相报道